在巴黎伊斯大学学习法国文学 我去年硕士毕业 我硕士的时候研究的是阿贝·康米 就是中文的话叫做加缪 然后现在的话我在读博士阶段 我主要是研究法国二十世纪的诗歌 一位诗人我非常喜欢的诗人叫做赫奈莎 中文叫做夏尔 但是他在中国的翻译并不特别多 他是加缪的非常好的文章 然后我是其实是通过加缪 然后我认识到这个诗 然后他的诗歌给我以一种最大的启示 包括在汉语创作方面的启示 所以我决定把它作为我这样一个研究的目标 那么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可能有很多同学 因为是新来的 所以没有收到那个麦克发出来的email 那我这个系列讲的完整的题目叫做 儒家视野下的中国思想史 那么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 选择这样的一个范围 当然也是因为我以前曾经在本科的时候 我是中国学中国文学出生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的父母 他们也都是南京大学作文系的古典文学的教授 所以我从小就是不管是被迫也好 还是怎么样 我接触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东西 而且思想史对我来说 是我进入历史进入文学进入哲学的一个我最感兴趣的角度和统静 那么我觉得通过思想史这样一个角度可以帮助大家去直接而深刻的把握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我们通过他的文化传承转的一个脉络 有种的一些痕迹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待这种形状 徐富关先生是我非常喜欢 非常亲密的一位 应该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位台湾的新儒家学者 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这段话非常好 我念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儒家思想乃从人类现实生活的正面 对人类负责的思想 他不能逃避向自然 不能逃避向虚无空寂 也不能逃避向观念的游戏 更不租借外国可逃 而只能硬挺挺地站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 以担当人类现实生存发展的命 那我觉得他这段话其实是非常恰当地概括了一个 中国传统儒家的一个入室的这样一个思想 我把它更简单地说一下 就是一个在此时此地对于此生的这样一种追求 那么这跟西方文化的一个彼岸的那样的世界就有一个巨大的差别了 而这个此时此地的此生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去细细地玩味和揣摩的 去从中吸取一种我们去如何在此时生存的这样的力量 我刚才说我硕士阶段我研究的是阿贝·卡密 然后我的硕士论文写完了以后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加谬的人间实际 我研究他的关于生存的那种当下 当下的生存的这样的一种重要性的文章 然后我的父亲看到了这种文章 他说我觉得加谬让我觉得很亲切 他甚至说我觉得加谬似乎像一个人这样 我想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父亲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他自己就是一个儒家这样的一个人 几十年的经历下来 他在看加谬的时候他会有这样一个反应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惊讶 但是又觉得也许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一种当下 所以说我从加谬的文字里感到一种力量 那么换过来说从儒家的文字里 各位能不能感觉到一种力量呢 而且换过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里面 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学生 我不知道台湾的情况 我想台湾应该不是这样 我们大陆的学生似乎从我们小时候到大学之前 讲到儒家的时候多少都有一种批评的角度 而且又有一种非常片面的观点 怎么去解除他那些东西 所以我这样的一个系列讲座里面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带着大家 不知道每个人都拿到了这样的什么 去读一些儒家传统的文字 来重新去认识 重新去感觉这些字笔行间所包含的这种东西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这六讲的一个构架 那么第一讲就是我还要开始的 主要是讲西周初期最早期的一个中国人文精神的诞生 那么这个东西我觉得对他今天一个书里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孔子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说 他说自己他说我恕而不作 他恕而不作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在传承先人的东西 我自己并没有加以太多的发挥和创造 当然这是他非常谦虚的一个话 那么他的这个恕来自于哪里 那么就来自于我今天这一讲要讲的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的诞生 到逐渐成熟这样的一个东西 没有这个其实是很难理解 为什么孔子会在那样的一个时候 会在鲁国出现 那么当然并不是说有了这个孔子就一定会出现 但是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第一讲主要讲的是西周时期 这样的一个人文精神的诞生 当然我坚论到一个后来周幽王以后 春秋时代的一些东西传承下来 那第二讲的话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孔子 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战国时代的孟子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话 就是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四书 当然四书这个概念其实是宋代人提出来的 在先情的时候还没有的 那么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论语和孟子里面 包括中庸在论语和孟子之间的一本书 还有大学在孟子之后的一本书 这四本书里面的一些值得去写 我也会揣着的东西 那么这是对于一个所谓的经典人家 我觉得就是先情时代的我们 还能地上有诸家那肯定是孔孟之道 也就是对孔孟之道的这样的一个传习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今天几乎 已经被大家忘掉了 所以要重新开始群习的传习 那么第三讲我定的题目 暂时定的题目是 我暂时定的题目是 《斗中的书与大义统》 那么也就是讲到汉武帝的时代 儒家如何可以和政治 如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成 然后汉武帝去说 我要大处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成为最显赫的官学 成为一个政治土制的基础 也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模式 和儒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当然我自己是做文学的 我会有我的角度 如果底下各位有做政治哲学的 可能你会有你的一个high points 会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我的讲座 虽然我自己有六讲 但是从本质上开放的 我非常欢迎有任何有知识可以来补充 那么第三讲主要就是讲了这样一个儒家的政治 因为这确实对儒家来说 他本身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太重要的问题 不谈这个政治的维度 不谈他怎么利用政治 怎么被政治利用的 这本身也说对 那么第四讲的话 其实就是我这样整个一个讲的最初的构想来源 就是每一次见到赵阳的时候 他都跟我讲的所谓的魏晋风度 那么到了魏晋的时候 其实魏晋的时候思想是非常繁杂的 那么我只讲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就是竹林七贤 那么竹林七贤它有一个说法 它叫做越明教而任自然 那么明教其实简单的 你把它简单化一点 就是儒家 就是越过儒家而任自然 因为明教其实就是礼 这个礼其实在当时的意思就是儒家 那么为什么竹林七贤会说越明教而任自然 这就是我到第四讲的时候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态度 而为什么到最后竹林七贤他们自己从本质上又还是离家 这是我到时候要说的所谓的魏晋风度 这四个字今天让我们无限向往的魏晋风度究竟是 跟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观念的提出有什么样的关系 而魏晋风度最后表现出来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质 这是我到时候要讲的 那么之后的话 最后两讲的话 我分别是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包括直到今天 尤其是很多西方的学者认为 中国是没有哲学的 那确实哲学这个词本来就不是一个中文的词汇 这是一个日本人发明的词 从日文进入到中文里面的 那么西方人认为 从他们的形而上的角度 中国是没有哲学的 儒家是伦理学 那么我就想介绍一下 当然这我认为是西方对于东方的一种物件 所以Alex可能会感觉有话题 那么我要讲的就是宋代的理学家和宋明理学 宋代理学家也就是陈浩和朱熹 和明代的新学家也就是 应该叫做陆九元其实还是宋代人 那么主要是王耀明 那么这两派的一派 我主要是讲朱熹和王耀明 那么就是朱熹 其实他们的思想里面 我认为就是他们把传统的儒家 这样一个非常具有伦理学色彩的东西 加以抽象 加以形而上的一个努力 当然我们可以换别的词 可能用形而上这样的过于西方的词 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可以说他进行了一种超越性的努力 那么朱熹提出来 他那种世界观 从他对儒家理解中 他提出一个说法叫做格物置之 就是对于外界的东西一个非常无限的扩展 去认识世界 格物置之以达到大智 以达到天命 那么王耀明他完全相反的 他说向内挖掘 明心见性 通过对自己内心的一种体验 来达到一种所谓的甜蜜 那么我希望告诉大家 就是在这两个派里面 尽管说到了宋代的时候 不管是佛家也好 道家也好 在中国的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了 但是在他们的思想里面 在最重要位置的始终是儒家 朱熹自然不用说了 已经被人称之为朱子了 那就是孔孟之后的 就是孔子孟之后的 荀子之后的就是朱子的 那么王耀明的话 常常有人认为 他的思想跟佛教靠得很近 但是他最根本的东西里面 始终还是俗家的 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所谓的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的 这样的两个完全看上去相反的东西里面 他中间所具有的一种相反相成的这样的联系 还有他们对于儒家思想的一种提高 给大家一点一点思辨的空间 来思考一些东西 去看看儒家是对世界的一种所谓的终极关怀 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我觉得这也是还多意思 那么我的六讲的结构主要就是这样子 那么所以下面的话 我就来看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周公 所谓的明德佩天 这是尚书女的一句话 我把它认为我今天的这个题目 明德佩天与周公 与周代早期人文精神的半生 那么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公代这个人物 可能大家并不特别了解 这个要从王伐咒也就是可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风神演义啊 那这样子的话就清楚很多了 那么所谓的中国古代也有 在中国古代那么漫长的三千年历史上有那么几大转折 思想史上的几大转折 也是整个文化的几大转折 那么第一大转折就发生在这个周克商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所谓的英周之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今天要来讲的 那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周公这个人物 那么周公其实他是一个 周公这个称号 其实后来变成三公之一 是一个官职 那么最早第一代周公 也就是周公代 就是鸡蛋 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 也就是五王的弟弟 五王是第二个儿子 那么他的封地 他最早的封地是在一个叫周的地方 所以就称为周公 然后这个称号后来就世袭 就成为辅佐皇帝的那个三公之一 那么他在上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来专门讲他的功绩的 他叫做一年旧乱 二年克英 三年建淹 四年建国卫 五年迎成收 六年治礼乐 七年治政成王 这个比较复杂 我下面要慢慢讲 那么本来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就是 我想一下那个 诶 叫做《封神野历》的第一章里面 好像题目叫做《凤农西起》 那么所以就其实就是按照告诉大家就是 周这个小国家 周本来地不是一个大国家 商是大国家 周这个小国家它发源在西边 也就是在今天的大概是陕西那一块地方 然后他在文王的手上 他逐渐地变得强大 他也不只是文王 还有之前的太王王纪到文王 这么一路过来 这个小国家逐渐变得强盛 然后他到了宙王的时候 宙王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军国党 大家都知道什么九池肉林啊 露台啊什么的 这些都是确有其事的 那么他打击也是确有其人的 当然他不是狐狸变的 然后到了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到了武王的时代 他就决定罚咒 也就是说他决定去把这样的一个大方国消灭掉 那我首先想介绍一下 就是在商代的时候 他的这样一个体制 商代还不是封建制 我希望大家弄清楚这一点 商代是惠蒙制 就是比如说我姓张 那么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姓氏 其实就是一个部落 那么我们这个部落 怎么样可以组成一个大的一个群体呢 我是通过盟约的方式 我们会盟 然后我们决定共同推选一个最强大的部落为盟主 然后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来一种相对相当松散的一种结构 他来统治了这样一个大片地区 但是其中有一些部落可能相对来说更加亲密一些 有一些部落稍微疏远一些 他整体上每一个部落都会 其实认商人为共主 是这样子的 那么所以当时还不是封建 封建是周公在创造的 后面就讲了 那么周其实最早的时候 是商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联邦巷的一个小房国 那么他通过他这个几代人不断的 他发展壮大了以后 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谓的武王法咒 就是牧野之战 就是武王带车三百成 就是三百辆车 再加上五千甲氏 那么几万人冲过去 然后牧野之战的时候 周王的军队临阵倒戈 不跟周人打 反过来去打这个朝歌 就是去冲一首都 然后周王在露台上自肯死了 那么其实 这个就是 所以在 这是整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联邦巷事件 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争 那么在战争之前 在中国古人那里的话 像战争这么重大的事情 他是一定要去占卜的 然后他要写一篇文章 他要去召报天下 也是给自己的战士们打气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个 跟战争的历史 包括指环王里面 你会看到那个 在赵阳升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在军队里面讲一番话 来武士起 那么当时的话 就有上书里面留下来的这篇文字 叫做墓士 就是在牧野之战之前的一个宣告 那么这篇墓士其实是周公写的 那这个故事我没有在这个里面给大家引用 我就大概告诉一下 他连写的也有什么东西 他墓士也不长 他分成两段 但他第一段是 其实是批判商众王的 就是说他只听妇人之言 就是光听打击的话 然后既不祭祖先也不祭天地 然后连自己的兄弟也不敬妙 我想大家应该记得 我们后来会讲 所以暴虐的虐待百姓 最后导致天入人怨 所以说他第一段话想讲的内容 是我现在我要罚你 并不是我贪的什么东西 而是天的旨意 是你太暴虐 所以天要灭你 我就是天的上帝之鞭 然后第二段的话 他是讲自己的 就是讲我们周人 我们是所谓明德佩天的 我们是非常的敬天 而且我们非常注重这种德性的这种 对上对下 我们都很注重所谓的德 所以的话 这一段话就是说 我身上所谓的正义 以此来鼓舞士气 然后很快的周王就死了 剩下之后就是一个统治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周是一个很小的邦国在当时 当然他统一了所谓的西方 但他还不是很大 周人在自己自称的时候 他也始终是 常常是说小邦州 大邦英 他自己也有这样一个定位的 那是一个大国 我并没有他那么大 那么他把周王消灭了以后 伤在就是今年的河南 河南这么一大块地 怎么统治 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时的武王 他是皇帝 他就问手下怎么处置 他首先问的是太国旺 就是江上 然后江上说的是所谓的爱乌及乌 那么我爱一个东西 我连什么都爱 那么我不爱一个东西 我什么都不爱 全部干掉 江上给说的是把所有的英朝救人消灭 那么武王完全认为这是不可以的 然后他就问他的弟弟少公 也是三公之义 然后少公说 对有罪的是以罪 对无罪的放肚 然后武王觉得这可能还也不行 然后他就问周公 周公的政策就是说 不管他怎样 那周王已经死了 所以就让这些英代的人 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 原来他们跟踪过的土地 再把他们其中那些有德行的人找过来 对他们加以管理 所以周公是这样的一种 以英制英的策略 那么这样的一个策略 他得到了武王的欣赏 所以最后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么就把本来河南这个英人的土地 商人的土地分成了三块 叫做三贱 就是监士的监 叫三贱之地 分别让周王的长子 叫做武庚陆父 然后和武王的两个弟弟 叫做管叔和菜叔 三个人来共同监管 其实所以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人 就是周王的儿子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很快的 因为周人把商人灭掉之后 他本来的首都是在西边的 那么他又会发现在统治上他有一种困难 他需要把他的政治中心往东边移 因为本来他的陕西的 现在他的土地得于说陕西加河南 所以他要把他的首都迁到河南去 这样才能可以管理他这样一个广阔的这样一个疆域 所以他叫建兴都 建兴都就是今天的洛阳 所以洛邑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 然后武王在建都的过程中 他就病了 也可能过于操劳或者怎么样 然后不久就去世了 然后武王去世了以后 那么他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周臣王 当时才只有十几岁 还非常小 然后一个国家刚刚平定了一个旧朝 然后这样的一代明军很快的就病逝了 其实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前朝的那些乙老 就比如说武跟陆父 就周王的儿子这样的人 那就蠢蠢欲动 所以当时的话 我看一下 上书里面就记录了说 有大监与稀土人 意思就是说 这个里面没有 我只是读一下 就是说 在这块地方有巨大的困难 而且人心不平 有人要造反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 显然是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权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什么人来掌正呢 就是周公大人的周公 其实古王在临终的时候 曾经是想把王位传给周公的 只是周公就跟祝亮一样是再三的不肯要 那么我想顺便介绍一下古代的 在周代以前 尤其是英代到周代这个时候 其实就差不多 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应该叫什么呢 叫做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就是传子加传弟 就比如说我说王 我死的时候 我有可能把我的王位传给我的弟弟 也有可能传给我的任何一个儿子 当时还不是嫡长子集成制度 嫡长子的制度是周公法门的 比如说你看武王 我们都看封山野里知道的 武王有哥哥 叫做伯义考 在封山野里里面 他被剁得肉酱赴给文王吃 这个当然是一个富贵的故事 但是确实武王是有一个哥哥的 然后比如说文王上面的 文王也是有两个哥哥的 文王是第三个儿子 文王他有两个哥哥 叫做泰国和重庸 这两个人后来好像是不识周肃饿死了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商人的死定 而你周曹窜逆 他们是否认这个武王的行为的 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其实并没有要所谓的嫡长子 所以武王在临终前把国家天下托付给周公 就是托付给他的弟弟文王第四个儿子 这是相当合理的 因为确实周公也是一个非常贤能有才干的这样一个人物 那么周公不接受 但是他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辅佐成王的这样一个人物 但是我刚才说的周公是文王的第四个儿子 而武王是文王的第二个儿子 换句话说他们中间还有一位 就是文王第三个儿子 也就是管叔 那么管叔很不高兴 诶 凭什么你当这个第一把交易 管叔就 我刚才说了 武王他把英人的河南分成三块地方 一块地方给了一个叫做武文叔父的周公的长子 另外两块地方就分给了他的两个弟弟分别 是管叔和蔡叔 其实这是当时相当强劲的部落的组成 那么管叔就联合蔡叔和武文英父要造反 而且散播流也 意思很简单 就是周公那样篡位 那文王是个小孩子 不 陈王是个很小的孩子 在陈王心里面对周公是非常害怕的 我们等会儿会看到 周公反正 这等于说他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就是我现在既要管理这个国家 然后我还要承担这么多的道德风险 等于说承担这么多的娱乐压力 那么他就决定 反正无论如果他先跟江少 也就是跟太宫旺 还有跟少宫 处理好了关系之后 他就发兵东征 也就是去平定三界 那么花了三年的时间 把这个地方平定了 也就是把英人的旧有的地方 给他彻底的征服了 然后杀掉了武闺叔父 杀掉了他的弟弟管叔 留放了蔡叔 那么胜利归来 然后蔡叔被留放 因为他是被人挑唆的 其实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后来就回来臣服于 臣服于周公弹 周公弹很高兴 就重新任用了他 所以说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子 然后周公弹把东方平定之后 他又顺势进军 就一直打到山东 打到海面 等于说周带的国土 最后整个完整的形状 就是今天的大概就是陕西 河南 河北 山东 这样四个省 就是当时的周人统治的一个范围 那么其实武王伐咒 仅仅是消灭了周王 那么真正让周朝天下的眼 对于西周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 得以稳定下来 是周公的这样一系列的征战 然后周公回来了以后 他就发现了以前的这样一种 武王时候的分封制度是不科学的 我需要封给同庆 那么所以他就开始重新的封 封土地 那么他自己获得了一块地方 是在山东附近 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是刚刚打下来的 还相当的不安定 所以他把自己的领地封在这里 比如说自己还可以去 万一有什么事情他可以随时管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区域附地 那么他的封地被叫做 后来就被叫做鲁 是他自己没有去 因为他一直在洛阳 他叫辅佐陈旺 他的儿子去救风 称之为鲁仲 那就是后来的鲁国 太宫旺 就是江上这个人 是周朝得天下的第一大将 也是最中天中暖的一个人物 他被封于麟姿 他被封于麟姿 就是后来的齐 那么邵公也是三宫之一 那么当时北方不太平定 所以把他封于这个叫做利 就是接到北京 也就是后来的燕国 那么如果大家熟悉战国时候的历史的话 燕昭王就是千金买马骨的 那个求越义给他为将的那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鸡平 他还是姓鸡 然后齐国后来是约出一些问题 所以就以田代将 所以是起田 那是另外的故事 那么当时由于这样一个遮人 从西边往东边攻打的灭掉商以后 所以他带来了一系列的部落的迁徙 就是比如说原来清英商的部落 他就开始要被赶出去了 后来两个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银姓 也就是银正他们的这个秦 他被赶到了西边 他本来在东边的他被赶到了西边 那后来重新在西边发家 这是银姓 还有银氏 还有一个就是有熊氏被赶到了南方 那么熊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楚国 楚国的鼓励都姓熊的 所以这个后来的战国的版图 其实跟这个周人进攻商人的这样的一个 第一次的一个进军的话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那么大代就是这样子 就是在周公弹手下 他大概分封了大概几十个 五六十个七十个各种各样的国家 但这些人跟他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就是说都是他的亲戚 要么就是像太空旺这样子的一个 他的被自己非常亲的将领 要么就是更多的 其实是他自己的亲族里面的人 这个是分封制的开始 因为我刚才讲了 在商代的时候 他还是这个惠民主 是到了周公弹的时候 这个东西才被确立起来 然后他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国家 我觉得稍微有必要介绍一下 就比如说在周王的弟弟 有一个人物叫做威子 是一个当时商朝非常有名的一个贤人 那么他后来被周王关起来了 其实风神野帝里面也有介绍 他也是比干的弟弟 比干是被杀掉了 那么威子是被关起来了 然后威子后来他就手持着 代表商人统治权的那个结账 而且他在那个三天造反的时候 他没有参与 所以周公就把他封到了一个本来英人居住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后来的宋国 所以说孔子到了春秋的时候 他说我要去学英代的东西 不知道去哪里 我要去宋 那里还没看到 然后我要学周代的东西 鲁博可以看到 还有其他几个有传承的国家可以看到 只有这个原因 这是从那个时代定下来的 然后 周公在当时这样一个分风完了以后 就有他的兄弟啊 他的弟弟或者说他的侄子一辈的人就开始要去各地救风了 那么他就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来告诉你 尤其是他写了三篇文章 一个叫康告 一个叫酒告 一个叫子才三篇 这是写给一个叫康处的人 他要去统治原来英人集中居住的地方 那这可以说是统治最困难的地方 周公写了这样的三篇文章 他要告诉他 你去了以后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那么后面我们会讲到 我们这个里面也有一些 那么其实 在周公进行分风的同时 他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所谓的体制 就是这个 我现在为一个新的国家 这么大的一个百分之多 我现在已经是大洲王了 我现在我要有一个 让这个国家可以稳定下来 我要有一系列的体制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刚才我说的周公六年制礼作乐 就是这个制礼乐 那么这个礼乐这个东西 其实在商代的时候也是有的 但是到了周代的时候 他进行了一些推演 可以看看 就是我的第一段的这个引用 这是叫《周礼春关大四月》 周礼是一本什么书呢 周礼的来源非常可疑 就在十三经里面有三礼 就叫做《周礼仪礼和礼记》 那么这三本书共同构成了 对中国国家的这个礼仪方面的东西 你要怎么研究 那就去看这三本去 周礼它是到了西汉的时候 才从民间找来的一本书 所以它到底是从民间找来的 还是人附会的 这个有很多说法 这个我并不想在这里进行具体的文献的考证 但是一般来说 人认为它是周工作的 所以它叫周礼 当然狠狠它不是周工作 但它确实记录了很多周代的那种 国家理治方面的东西 周礼一共有六篇 分别叫做天关地关 初关下关 秋关东关 今天留下来的还有五篇 就是东关书是管营造的 所以它没有了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春关书呢 它是讲春关是专职祭祀的 所以这里面是可以最明显看到的 当时的人怎么祭祀的 那么这个大司业其实就是一个关职 这个关职就是在这个祭祀上面 所谓的五乐 就是跳舞唱歌这些东西 其实是余神的 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是乐这个东西 在古代是用来余神的 那么本来我们今天都知道有四书五经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在孔子的时代还有六经 就是诗书礼义乐春秋 那么乐这个东西没有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爱诗 这段话表明的爱诗 长成军之法 这个字是法律的法 以至建国之学政 那成军之法的意思就是 成军其实就是当时的周代人的大学 那么周代他把国都分东南西北 其实他之所以建筑洛阳 是因为那个地方他认为是国之中的 那么他在这个水的南边 也就是他大学所在位置 水的南边他叫做成军 所以长成军之法 就是大司业这个关职 他是掌管大学里面的教育 所以以至建国之学政 而合国之子弟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也 死则为乐祖 寄于古宗 就是说这些人他有德有道 那就让他来教这个东西 死了以后就把它称之为乐祖 然后寄于古宗 古宗就是当时水的北边 然后以乐德叫国子 那么所谓以乐德教国子 他说中和之庸效有 那么就是说 在乐祖他看到的什么东西呢 是一种德 然后你有了这个以后 你就可以所谓的中和之庸效有 其实就是后来儒家讲的这个 这个我觉得你不再解释比较好 但是大家注意就是中、庸、还有效有 这些关键都已经出现了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懂得一种生活的道理 然后以乐语叫国子 心道讽诵言语 那这个就像是诗经里面那样的一套东西 那么乐语的意思就是 就是这个舞乐的这样一种 舞蹈的这样一种 其实语就是语的 就是语言来语 这种舞蹈语 它会教给你很多的 这种关于人世间的一种 如何去表达一个想法的一种真正的东西 然后以乐语叫国 乐语就是具体的那个舞蹈 它说云门大卷 大拳 这个字没有了 是大哨 然后哨其实你可以写 今天就是那个哨 怎么讲 右边有一个招 左边是一个阴的哨 大哨 它是一个通甲字 所以可能没打出来 大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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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种舞是有来历的 我来看一下 这个六五是说是有这么个回事 他说这会是在古代他后人做出 他说皇帝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第一个句话 皇帝做云门 然后瑶做贤池 顺做大哨 羽做大相 汤做大拙 武王做大武 所以这所谓的六五五 这个六五 云门大卷是一个东西 我这边是不是打了个 我这边多打了个盾好钱 他把删掉 云门大卷是一个东西 然后大贤大哨大下大折大武 一共是六个武道 分别是皇帝尧顺与汤武王 这么六个人做的 其实不一定是他们做的 但可以很容易理解的 他们作为一个部落的领袖人物 他们部落的领袖把他归到了他的名下 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今天看来更合理的解释 我刚才说的这个解释是汉代的这个政权作的主题 然后他说以六律六图五身八音六五大和月以致鬼神奇 鬼神奇其实就是各种各种的鬼神 那个是这个字 他古代是今天的那个是再加一个那个姓氏的那个字 就是那个神奇的奇 这是个通假字 以何邦国以邪万民 以安宾客以岳远人 以作动物 乃分岳而续之 以祭 以祥 以嗓 以嗣 其实这就是大思岳他要做的事情 那么后面他就是分别的讲 因为当时的话 在英州之际的话 最重要的祭祀是分为三种 第一个是祭天神 就是祭天上的神仙 第二个是祭地祺 也就是祭社稷 第三个是祭人鬼 也就是祭祖先 其实后面那么长的段落 他就是分别讲祭天要怎么祭 祭地要怎么祭 祭人鬼 祭你的先祖要怎么祭 那么他最后他有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很重要 就是说人鬼可得而离异 或者说前面也是 则地祺皆出可得而离异 在前面 最后一段里面 可得而离异 这个观念 其实商代的人他也祭祀先 商代的人的祭祀比周代的人要繁琐 不知道多少倍 这个甲骨文里面是有各种记录的 但是周代的人他祭祀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了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可得而离异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所以周公治理作乐 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他 一方面他是定下了一个周朝这样的一个分丰制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层面上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同时他就一条一条逐一确立了 就是说在这个国家里面我做任何事情我应该怎么去做 这就是所谓的礼制礼约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这个国家 就比如说今天的话 某个领导人来中国 那他是什么国家呢 我要以什么负责去接待 然后我自己国家 我一年到头我有种种的活动 我要在古代的祭祀活动啊 然后引造包括刑法等等这一切的东西 周公把它给确立了下来 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化的东西 所以礼约而成 那么下面我就来讲一讲这个 我看到下面是一句话实话 你能用这样一段话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怎么向天 因为当时大家要知道就是在周代的时候 天人之间的关系还不像我们今天觉得天是天魔术 那么当时的话人继承了商人的对于天的看法就是 那么天是一个具有统治性的一个所谓上帝的 上帝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是有的 那么这个上帝的概念 他是要对人间有一定的责任的 那么我出什么事情的话 我要找他了 可以请他帮我 那么这边这个上书金藤这样的一篇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段长的演员 其实就记录了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周代人怎么向上天请命的 那这个主人公就是周公 金藤是什么意思 金藤其实就是一个金属包装的盒子 在这个盒子里面会放上一个书卷 这个书卷就是向上天祷告的东西 所以他轻力是不打开的 他要装在这样一个金属的盒子里面 然后放在那个庙里 那么他这个写的就是 集客商二年 王有集服御 这写的是就是说 五王法座的第二年 五王有病了 一直不好 然后二宫约 二宫就是周公和少龙 我欺卫王牧 牧的意思是宫敬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应该宫敬的为王占卜 然后周公说 为何以弃我先王 就是说 我们应该去问一下我们的祖先 然后周公乃自以为公 自以为公的意思就是说以自己为抵押 就是相当于以自己为祭品一样的 为三坛而同坛 对 三坛同坛 就是建了三个祭祀的台子 然后来作为一个大的祭祀的地方 然后后面他就 乃冒太王 王继 文王 这都是周代人的祖先了 当然文王其实就是他的父亲 当然有叙事的 然后史乃册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他不是周公自己写的 是一个史官 他把它记录在这个册子上 祝约 就是导道说 我就直接翻译好吗 就是说你们的后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 但是你们这样的一个儿子是对天有责任的 那么能不能让我 周公乃的名字叫书乃 周公乃以淡代谋之身 让我来代替他 然后他说 我是很有贤能 多才多艺 而且我善于能识贵神 我这不用解释 他说你们的这个后代就是武王呢 他说武王不如我多才多艺 不能识贵神 然后他说 而且他命于地庭 就是说他身上有天命 俯佑四方 对 俯佑四方的意思就是说 他需要去掌管四方天下 然后呢 又能定而子孙于下地 四方之名 枉不知位 知位就是没有不敬位的 所以说他不能死 简单来说 周公就是说武王他是不可以死的 他身上有天命 他需要去掌管这个黎明百姓 然后给他们带来那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 而我呢 我愿意带他去死 然后就补了三次 那么 剑极 就是说是一个极极兆 于是他后来就说 王这个病就好转了 然后他先说 公归乃纳策于这个金城之贵中 就是说 周公走了以后就把这个东西藏在了那样的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后面就讲到 王死去世了以后 管书及群地乃流言于国 曰 公将不利于汝子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 管书和蔡书 他的作乱 那么他就放出了这个所谓的流言 就是说这个周公他对这个小孩 如此 就是说的周臣王 十几岁人 如此 他想谋害这个小孩自己来当皇帝 然后后面就讲 周公乃告二公 就是周公就和这个太公望和这个少公就说 我之辟辟无以告我先王 就是说如果我不来担当这个事情的话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 所以我必须去思想 尽管有这个流言非语 那么周公居东二年 就是说去东方去跟人打仗了 则罪人私得 于后公乃为师以往 明公之曰吃消 王义未敢 孝武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就是说 周公去平定了东方 他写了一首诗叫吃消这个诗 今天不随了 我不知道他写的 大约就是表白心悸的 就是我对你很忠心啊之类的意思 那么王义未敢孝武 就是说王也不敢批评他 就可见周臣王其实当时 哦 你没有了 没有 就是说周臣王他当时心里面 其实对周公乃是有扑末畏惧的 他自己尽管 就是说这个流言对周臣王是有作用的 这个君主和臣下之间是有隔膜的 然后到秋天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征兆 大家可以看到了 天大雷电已封 何尽也 大木撕拔 就是说 反正就是狂风骤雨 然后这个 种下的那个苗被掀起来了 然后树也被连根拔起了 帮人大口 非常害怕 于是 然后于是怎么办呢 就决定去看看那个 那个金城里 那个藏的那个东西上面写了点什么 然后结果就看到了这个 周公要自以为公带武王之说 就是说周公愿意以自己为祭祀来代替武王去死 那么 然后武王一看他就感动了 哎呀 原来他曾经愿意为了我的父亲 这样去牺牲自己 而我还怀疑他 简直我简直不是人是吧 然后王直书以气 然后就说 哎呀 不用占卜了 这个周公一定是一个非常忠诚的贤人 今天 今天动无人以章周公之德 就是说 今天这个上天都以他这样的如此的威严 来彰显周公德 我一阵小子其心意 我国家礼仪一之 所以就说 我现在要以最高的礼节来对待他 那么 于是乎就说 返风 何则俊齐 我觉得这个有神话词了 是吧 没有 然后 二公命光人 凡大目所焉 净起而住之 岁泽大厨 就是说 最后那一年获得了丰臭 那这整个就是一个 其实就是周神王和周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静世前贤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周太人是怎么祭祀呢 他不是直接的跟天讲话的 他是要以告太王王继文王 就是通过自己的祖先来代为向天转达自己的罗德约 这也是英代人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周太人他到底在祭祀的过程中植入了什么新的观念呢 其实就是一个天 就是我在题目里说的所谓的佩天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是一个权 在英代是没有的 我刚才说了在古代中国有上帝这个词 那么在英代的时候 祖先向圣殿求告 他叫做什么呢 根据甲骨文人的记载 他叫做兵地 兵就是那个丹荣旁的那个兵 就是依靠着的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英代人的祖先他还不能跟天平起平坐 他只能靠在边上 等于说是就像何一是一个我们金银蛇伟大的创始人 我只能靠在他边上仰望他 这样的一个节奏 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叫做兵地 而周人叫做佩天 佩天的意思就是 文王 武王或者是这些祖先 我是佩得起天的 我是可以跟他有一种平等的东西的 我通过他我配跟天交流的 那我跟兵地这样的一个 可以看到一个等级的结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这样一个佩天的东西 佩就是佩戴的佩姿 佩天这样一个词 概念出来以后 接着就会出现一个概念 叫做很自然的 我想大家都会想的就是何以佩天 我怎么才佩得上天呢 这其实也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就是《王法周》的时候写的那样的一个 牧室里面的内容 就是 天命 天命是什么东西 周人开始思考这个 天命是什么 天命何以归于我这样的一个小邦格 那么我凭什么得到他 天命迷藏是吧 那么这个迷藏的东西 我怎么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把握它 那么商代人是不考虑这个问题的 商代人他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或者说留下的那些史册里面 没有办法发现这个概念 但是在周人那里 由于他的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王朝的一个根替之间的话 他就产生了这个一个观点 就是我怎么去获得这个天命 那么他得出来的唯一结论就是明德 明就是那个光明的明 德是德性的 就是我要通过我自己对于德性的这样一个把握 我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天的一个认可 最后来可以通过我自己的这样的行为 我来把握这个天命 所以这个明德或者在别的很多地方 它是叫做敬德 那么这个在上书里面 如果大家会有一点耐心去翻看的话 敬德 明德或者说这种字眼 不知道出现多少别 非常非常多 那么上书的周书 主要是记载周初的这些点击的 那么所以这个概念 当时就是在周人的那个世界里面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继续引用 这个徐富冠先生 他对这个有一个说法 他说 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字所贯注的 敬德 明德的观念世界 来关照指导自己的行为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 而此种人文精神是以敬为其动力的 便使其成为道德的性格 与西方之为人文主义有其最大不同的内容 在此人文精神的跃动中 周人遂能在制度上做出飞跃性的核心 并把他所继承的英人宗教加以本质的转化 那么可能我刚才忘记去讲 所谓英人的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简单的讲讲就是 就是在英代的时候 后来有一个话叫做英人种寅寺 寅是三年水的那个寅荡的人 寅寺就是繁荣的祭祀 后来其实哪一个战国 或者春秋战国时期 哪一个国家最像英代的人呀 是储人 也就是屈原的国家 所以我刚才说了 有穷的事是跟英人比较好的 他被流放到南方 然后所以他保留了很多很多英代的东西 然后所以屈原会写天问 写一大堆那些所谓离骚这边的东西 其实这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就是种名寺 他非常种祭祀 那么这种祭祀 其实在英代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人类上天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感 这种恐惧感 我觉得可能是任何一个民族 从人类学的角度上说 在早期的任何一个民族 对于这个天 他都有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种天的一种巨大的力量 他让你感觉到了一种不知所措 所以他需要来祭祀 来不断的 但是他自己又感觉到无能为力 所以就仿佛是那个 希腊神话里面那个命令三比神 那个戴着那个眼睛上蒙着布 然后手上拿着剪刀 有一个车轮 然后这么剪法 然后剪刀断了 一个人就死了 有这样一种非常慧爱的文法 捉摸的这样的一样 那么在英代的时候 其实他们对于天 对于谁的上帝 那他们的感觉里面有这种非常强烈的恐惧 这个是可以从他们的这种留下来的所谓的哺词中 当然我今天没有引用 但是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解论 就是你可以看出来这种恐惧感 那么到了商代 到了周代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恐惧感其实就无界的被消解了 那么他代之以一种忧患意识 那么这个忧患意识 我还是继续引用许出关先生的一段话 就是他说 忧患意识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静的恐怖绝望 一般人常常是在恐怖绝望中感到自己过分的渺小 而放弃自己的责任 一任外在的神为自己做决定 然后在任外在的神为自己做决定之后 所种种而来的行动 那么对人的自身来说 是脱离了他自己的意志和理智的行动 这种行动在徐国关先生看来 没有道德评价可言 因为这实际是在幽暗世界中的行动 而由古词所描述的 因人上轨的生活 正是这种生活 忧患与恐惧绝望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于忧患的形成 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 在这种远见中 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 及当事者在行动局上所应付的责任 忧患意识正是由这种责任感而来的 要以一己之力突破困难 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 所谓忧患意识 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 以及是精神上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 这种人的自觉其实在上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这种所谓的敬德、明德、佩天 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一个最基本的一种忧患 我需要让我自己的行为能够所谓的明德、盛、华、尽德、保民 我需要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为来获得一个天的认可 来让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国家可以得以稳定的延续 我自己是可以通过我的行为来控制这一点 对于中国的思想来说 这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 最早在周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我们通过我们自己在此生 此地 此岸的行为 可以得到上天的认可 这个跟西方的思想可以说是有巨大的一种本质性的差异 如果对基督教有所了解的话 应该可以很容易地去感觉到 西方人对于彼岸生活的一种想法 那我不想在这里具体地解释了 但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它发展过来以后 你就会看到对于人这个世界的关注的程度 其实是不断地加深的 在周初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这个思想 到了随着时间推演五百年之后 我就想直接跳到周幽王的时代 也就是西州最后一个君主 我想大家可能会知道他的故事叫《风火系组合》 就是为国宝四一笑 把天下都给玩了 那么《小雅洁南山》这首诗呢 他就是写于周丽王的时代 这首诗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他说 浩天不荣 降死局凶 这个单人旁家中这个国家都是荣 就是明白的意思 就是天怎么如此的不明白 降下这么大的凶贵 浩天不慧 慧就是那个通甲通智慧的慧 降死大力又是降 这个天怎么如此的不治 降下这样的大灾难 君子如戒 戒的意思就是在古文里面 就是靠近 这是灵 其实就是君子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的 这个地方 这个戒就是这个意思 拜明兴趣 那么就是说 老百姓心中的那种犹豫才会平息 君子如疑 恶怒是为 就是君子如疑和如界 其实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你需要有那种 如灵深渊 如履薄冰的那样的一种心态 老百姓才能活得安稳 是非等等才可以被变得清白 所以可以看到 这种事里面可以看到 当时人对于天是一种什么态度 很清楚的 那么中国古代人在更早的时候 本来是说帝王怎么怎么样 那么到这个地方的话 天本身的这样一个信用 都已经开始可以说是垮他 所以他直接是说的 浩天不荣 浩天不荣 浩天不荣其实就跟说周幽王不荣 是一个意思 因为周人把天和皇帝的德是把它并列在一起的 那么经过了五百年以后 这样我们并列最后变成了一种融合 就是说假设一个帝王是德 这个是历王还是勇王 这个是历王 但是在帝王的时候人也太不客气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这个时候 天的那样的信用丧尸 其实是跟周初的时候 把帝王的这种人格跟天的这种神格的结合 它这样的结合造 然后随着碰上了一个暴君 一个昏君 那么天的这样的概念就不断的开始下降了 但是明德的概念却保存了下来 那么这种 所以说就是说在 那么到当时的时候 我简单的说说就是在宗教祭祀 在祭祀的过程中 那种宗教意义的减轻 它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在祭祀中的那样一种 道德的人文的意味的加重 所以整个的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理智 但是理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越来越从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读的那个周理 那个春观大思乐 主要是讲宗教祭祀的 那么也就是从这个宗教的一面 理这个东西 从宗教祭祀的这一面 逐渐的像是人文道德的东西去演进了 那么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到春秋时代 理的这个观念的这个发展 就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 弥彼的一个宗教的这样一个失落而造成的空门 所以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是不是下面引用的是左传《庄宫三十一》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段话非常有趣 他说秋七月有神降于身 我也不知道这个有神降于身 就是有神仙降临到了这个身这个地方 那我不太清楚这个神到底是什么了 然后 惠王问朱内史 顾远 就是这个顾这个人是一个使官 是何故也 为什么 然后对于国之将心 明神降之 兼其德也 我想这话应该不用解释了 江王 神又降之 观其恶也 故有德神以行 亦游亦往 余下商周皆有之 王曰 若之何 怎么办呢 对于 以其勿享焉 其治之日 亦其勿也 这句话我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说 祭祀堂 他到的那一天开始 你每天祭祀堂 王从之 那时候 文国寝 国是一个国家 那时过往的意思就是 那时去申这个地方去看 然后就听到了活的国君 在神面前请求神 请求一些东西 然后反过来 他回来以后就说 活必亡以 虐而听于神 活这个国家肯定是要亡了 因为这个国家 这个国君如此的暴怜 而且不听老百姓的声音 反而去听神 神居 生六月 活公使住印 等等等等 想焉 神赐之土地 我这边标点错了 他的意思是 活国的国君 叫这三个人去祭祀堂 然后请求神可以赐给他土地 然后使银 这个字念银 就是那个银色的银 一个银 因为这也是一个 这是活国的使官 之前这个是惠王的使官 两个人 使银曰 活其王虎 武文之日 国将心听于明 将王听于神 就是说 这个国家你不用解释了 将心听于明 将王听于神 神 聪明正直而易者也 依人而行 活多良德 其何土之能德 多良德的意思就是没什么德 良就是薄啊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话 就是神依人而行 我想这个 可能在西方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普系里面 是 我没有具体研究过 但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一句话 对中国来说在庄宫三十一年的时候 也就是左传刚刚开始 因为左传 如果大家看过的话 左传第一篇是以庄宫入生开始 就是庄宫出生 作为左传春秋这个东西的开始 然后以鲁西宫获林为四百八十多年 那么这个庄宫三十一年 还是春秋刚刚开始不久里面的事情 这是公元前几两年 七七零年 很好 很好谢谢 然后 那么 这个 一人而行 那么这个一人而行 神 一人而行 这个是春秋的这个刚刚开始不久里面的写东西 那么它体现了 其实就是体现了一个神的地位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滑落 和一个人的地位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词高 那么下面 我应该引用的是一个西宫十九年的一段话 是这样吗 我不太知道了 是西宫十九年的 对 那么它说 这是讲这一段话蛮有意思的 它是讲以人为祭祀的 它说 古者六处不相为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你要 你要祭一个 你假设你要祭一个什么牛或者羊的神仙 你不会用牛或者羊去祭祀的 小事不用大神 就是你遇到一个很小的事情 你不会用牛或者羊这样非常高规格的祭祀品 反而旷感用人物乎 怎么能用人呢 这个司马子虞是宋相公的臣子 那么宋相公其实是春秋五 大家知道 宋相公是春秋五霸的最后一霸 他平定了东移 其实他就是今天的江苏北部 以前江苏北部完全就是怀疑东移 包括我们这些南部队人 其实在春秋的时候相比洛阳人的话 简直就是王化不开的那些 那么宋相公的时候他平定了东移 然后那么这些所谓的蛮夷之俗 他是有人气的 那么宋相公决定觉得 我觉得我统计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要顺利他们当的风俗 那么我也来个人来控制他们 那么司马子虞是他的一个臣子 就劝了他不要这样 祭祀以为人意 他说祭祀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人的 明神之主义 这句话就叫神依人而行 这里更加明白了 明神之主义 用人其谁想之 你要是用人去祭祀的话 哪个神敢享用 齐桓公存死 后面有所谓的 然后他最后就说 你宋相公 你能够得死为姓 就是说你能够寿终的话 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当着他灭骂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明神之主义 这个话的话 其实就可以看到 更进一步的脱去了所谓宗教的外衣 而更进一步的提高了道德 我想 这个大家应该都是可以看得非常明白了 那么再加强一下 这个给大家感受就是下面这一条 左传西光五年 那么再稍微前一点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是哪一个国的国军啊 我忘记了 他说 他说 无想似风气 神必拒我 就是这个王说 我祭祀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最好的东西 那么神一定会帮我的 神必拒我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对于 陈文之 鬼神非人是清 故周书曰 皇天无情 唯德是福 这个他引用的又是上书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 就是在春秋的时候 那么一个臣子劝上 劝这个劝告他的国军的时候 他会引用 上书的东西 就是引用周公说过的话 那这些皇天无情 唯德是福 其实就是周公说的话 那么我刚才已经 略略的介绍过 又曰 蜀离非心 明德为心 就是说这些道米什么的 都没有关系 真的那个让你 能散发出那种 所谓的香气的 但是明德 明无异物 唯德细武 只有德可以把 这我世界外 我联系在一起 如是则非德名不合 神不详理 这就是说 你要祭祀神 你要怎么祭祀啊 非德名不合 神不详理 神所依凭 将在得已 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伦络的一个反过来就是神的一个道德意义的一个极度的加强 所以 这样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 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我刚才一直在说就是一个对从周代开始一直到春秋时代对于英文人的那样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转化 那么这个转化的话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它只是说引入了那种新的观念 但有很多的仪式性的东西还保持在那里 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新关键的出现 那么它的仪式也会相应的发起一些转化 也就是说在这个仪式中的那种所谓的人文意味就会一段的被加重 那么我找了一个例子 就是左传《还宫六》里面写的 我也不记得是哪一个宫了 但是它说 五身原肥土 这几个字比较乖 滋成封贝 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贡献的牛 马 羊 都是非常的肥硕的 都是非常的好的 毛色也好 滋成封贝 就是说我贡献给神的那些道米 都是满满的 而且是饱满的 何则不信 那神怎么不信呢 对于复明神之主也就来了 是以圣王先臣明而后致力于神 先臣明而后致力于神 这可以说比刚才说得更加清楚了 故奉生以告约 后辈就讲到当时的这个祭祀的仪式 你还是要祭祀的 你还是要祭祀的 故奉生以告约 就是告就是祷告 我拿着这个三生所谓的牛 马 羊 我来祭签的时候 我祷告说 博硕肥图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就来解释了 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为名利之谱 为名利之谱存也 为其处之朔大凡滋也 为其不及促罗也 就没有病啊 为其被图贤有饮 奉臣以告约 这个气滋丰盛 这个地方两个意思 第一个滋成是那个沉米的碗 这个丰盛是今天那个风车的意思 就是说我向诸神祷告的时候 我的那个碗里面的米很饱满 很多 那什么意思呢 为其三食不害 而明和年丰也 就是说这都是讲的我人间的事情 我用这个东西我作为一个象征 我来奉你的时候 我是告诉你看 我治你的这个国家 国泰民安 然后畜生就生长得很好 古物也长得很好 然后我以酒去告你的时候 是说 其上下皆有加德而无为新也 所谓新香无逆特也 故勿其三食 修其武教 清其酒足 以智其英寺 于是乎明和而神将之福 共动则有成 经明各报 我想起来了 这个是 楚王要进攻一个南方的小国家 叫隋国 然后这个 楚王也很聪明 楚王知道这个隋国要派大使过来的 他就故意把自己的军队搞得很残破 搞得很不堪 那么这个大使看了以后 就回去告诉隋国的军警说 楚国的军队不行 我们可以打 然后这个 隋国的军主就说 那我对上天我祭祀得这么好 我觉得这个是 我可以相信他 他应该相信我 我应该去打楚国 然后他的一个大夫 叫做记者 就跟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他就劝隋国的军主不要去禁机楚国 他就说 经明各有行而过于神法主 君虽独丰其和福之义 君故修正而清兄弟之国恕勉难 所以这就可以看到了 到了春秋的时候 那个祭祀的这种事情里面 所包含那种人文精神 其实是多么的强大 那我当时也说了 周公这个人他的封地 虽然他最开始的封地在周 可是他后来的封地在鲁 那么再过了个百十年以后 在鲁 就是屈服这个地方 诞生的孔子 那么同时他又经过了一个 从西周到东周到春秋时代 这么一个非常漫长的这样的人文精神的 从诞生到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孔子的出现 以及他讲的种种的关于鬼神的话 那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孔子可能 关于鬼神 孔子最有名的一句话 我想可能大家都会知道的就是 敬鬼神而远之 那么怎么叫敬鬼神而远之 可能大家都今天就是敬而远之这个词 其实就从这里来的 可能大家今天讲敬而远之的时候 把重心放在了远之这两个词上 其实孔子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他的重心是敬而远之 也就是说 你需要有这样一个静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呢 由于他是鬼神 子不与怪力万神 这是我作为一个人 我不法把我的东西远离他 但是我还是对他有公敬之心的 那么可能说这种思想出现 并不是孔子自私空穴来风 灵光乍蟹想出来的 是完全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的这样一个线索 一路传承下来的 所以到了孔子的时代 我在下面也用了几句 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 我觉得可能未必需要我来解释 我可能讲这个语 那么下一讲 我预告一下的话 就是我们就会来具体的讲 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精神的这样的一种 传递了这种下面孔子的出现 以孔子的言论 以及孔子的后学 孟子的种种的言论 对在这一方面 对再次所谓的人文精神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进步的发动 今天就讲到这里